这个家伙好像在对着我笑呢 看起来好可爱呀 不知道吃起来啥味的 哎呀你真的又喜欢开玩笑 我准备做几个室外种植箱 到时候种点血油 种点蘑菇 还有吃的 那么这个地方 基本上就成为我的主基地了 还有两个血油 把它放到种植箱里面 这里有只幽灵瑶 它被卡在了我的基地上 我得想想办法把它救出来 加油 快出来吧 我不会伤害你的 以后我们就是好邻居了 快出来吧 别蹭我基地了 你出不出来吗 哎看到了吧 这才是邻里之间应该有的友爱呀 我记得之前有一条线索 就是这个外星设施 我发现上面描述的疾病研究机构 和我现在的位置 都在外星大炮的西南方向 正好这边也有大量的化石和洞穴 所以我推测 疾病研究机构 很有可能就在这附近 我打算先把毒眼居然号的抗压模块 升级一下 现在我还需要再制作一个塑钢钉 OK 现在将MK1抗压模块取出来 但是取出之后 毒眼龙的最大下潜深度就降到500米了 所以我的赶快升级成MK2 否则 毒眼龙是撑不住这个压力的 快 才来都准备齐了 开始制作 我们可以看到 毒眼龙的耐久性正在慢慢降低 不过比我想象中要好多了 时间还是比较充裕的 将MK2抗压模组放入升级插槽 现在我的毒眼龙就可以下潜到1300米深了 我才发现毒眼龙上面还有一颗爆爆鱼蛋 什么时候捡到的我都不记得了 不过没关系 长得这么可爱 拿去孵化就没问题 哟 这小家伙孵化成功了 它看起来好像一只八爪鱼啊 只不过它是一只外形的八爪鱼 等等 它好像只有五个爪子 它叫五爪鱼 还有一个蛋 原来是铁锹鱼 这种鱼吧 就适合做食物了 我将爆爆鱼从水族馆里面拿了出来 我发现 它还挺喜欢和我玩耍的 经过扫描之后 我才知道 这家伙智商可高着呢 不仅知道陪我玩耍 还可以听懂简单的指令 过来 看吧 把它当狗一样使唤 它就会过来了 但是把它放出来之后 它就不愿意跟我回去了 即使我拿着小饼干引诱它 它也不跟我回去 行吧 既然这样 那就先让它在外面待着 我呢 就出去寻找疾病研究所 哇 这什么鱼啊 看起来只有骨头 拿来炖鱼汤 应该挺好喝的 我往东北方向 行进了一段距离 发现了一个不太宽的峡谷 这里还有一些外星设备 当我往里面深入之后 发现了一个更大的外星建筑 这边有颗钻石 系统发出提示 在这个外星设施内 包含危险材料和危险生物体 但是我开着海鹅号 围着这个建筑 绕了几个圈子 都没有找到真正的入口 大多数的情况 都是远看向入口 近看则是一块铁 花了很长的时间 我终于找到了这个外星设施的入口 它应该是被一种巨型海怪 破坏成这个样子的 进来之后 我就发现了一个离子晶体 这是个好东西 它的里面藏着巨大的能量 为了防止在建筑里面迷路 我使用水下导锁拉出了一条线路 这样我就知道从什么地方出去了 哇 这是什么 通过扫描器 我发现这是一颗海龙蛋 是外星先驱者用来研究 利维坦生物的孵化条件的 再往里面有个标本箱 这几个都是咬泪生物 其中还有一只是我的好邻居 这儿还有个离子晶体 再往里面 我发现了一个数据终端 下载下来让系统分析一下 这是一份损伤报告 具体的内容我还不是很明白 不过从这里可以看出 外星检疫系统开始工作 被感染者将被禁止离开星球 他说的被感染者不就是我吗 我现在依然处于被感染的状态 系统提示 有大量的本地生物 曾经被集中带到这里进行研究 我想那些外星人 当时就是为了研究这种病毒 这里还有一个数据中断 上面记录的是卡拉病毒的详细档案 它是在对外部世界的星际扩张中被发现的 这种传染病来到主世界并迅速蔓延 已确定的死亡人数达到了1430亿 这种病毒可以使生物的免疫系统逐步衰竭 然后使生物结构发生突变 最后导致生物死亡 外星先驱者将他们的主世界进行隔离 然后将病毒样品带到各个星球上 建立疾病研究所尝试开发疫苗 看样子这疫苗应该是没有研究成功 至少在这个研究所里面没有成功 否则的话它应该会有记录 诶 这东西看起来好熟悉 哦 这是裂孔者 它是一种被创造出来的生物 它的体内融合了几十种不同的DNA 这边还有个身子 它被创造出来作为自我检疫执行单位 难道它是用来猎杀染疫者的 比如我 在另外一个房间还有一个骨骼遗憾 这个生物也是外星人放在这里做研究的 它在这个密闭环境中存活了几个月 甚至几年 这是第三个离子晶体了 应该也是这个建筑里面的最后一个 旁边还有一个立场门 不过需要紫色芯片 从外面可以看到里面还有个数据中端 这种紫色芯片用离子晶体和钻石就可以制作出来了 现在的话只能先回去了 将水下标记收起来 OK 现在返回生命之树基地 回到基地将收集到的东西都存放起来 喝点咖啡补充水分 嗯 这咖啡真脆 将涨好的血油收集起来 继续种入种植箱里面 好了 下一期我们就去寻找一种很重要的资源 钻石 红豆 芯片 是